巫婆空姐說 空姐面試必考101系列第三集 嗨各位準空姐空少 大家今天好嗎? 我是巫婆凱希 你的航空球是小舊星 今天我們的空姐面試101 要討論一個近幾年 只要是參加台灣級的航空公司 特別容易被問到的問題 那就是你會加入公會嗎? Will you join the union? 如果你一直很關注航空業的相關新聞 應該會發現 從2016年華航空服務員職業工會 跟華航勞資協商破裂 進入展開台灣航空史上 首次的罷工之後 台灣的航空從業員員 對自己的工作權益關注度 就越來越高了 從那以後啊 再參加台灣級的長榮、立榮、華航、華信、 新宇或台灣虎航等等航空公司的面試 你一定會聽到或看到 所謂的84-1條款 而其中的長榮航空 就是直接在面試的最後一關 安排了 勞基法84-1說明會 通時在說明會後 還有相關的小測驗 確保這些未來的空服員 能夠確實知道 即將要面對的工作環境 以及相關的工作條款 這也延伸出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 你會加入公會嗎? Will you join the union? 我猜你現在是不是想 這很簡單啦 大家都知道長榮航空本身在國安里上就很嚴格 我只要說不會就好啦 或是你也可能會想 我本來就蠻想參加公會的 因為老公選一超重要的呀 我不想說謊 可是這樣會不會就被刪掉啊 嚴格來說這兩個答案我們都不能說他錯 但他們都不會幫你在面試當中加分的唷 所以今天針對這個問題 吳婆凱希要教你兩個回答問題的答題重點 讓你在面試當中 能夠成功的取得面試官的認同 首先你的答案 不可能是為了討好面試官而答 再來呢 你必須要利用自己的背景經驗來強化答案的說服力 我們今天就看一個成功的範例好了 這是Chris參加長榮航空的面試回答 I believe our company will cherish and protect our staff But yes, I will join the union We live in the post-truth era From recent news, I felt most of people are motivated easily by their echo chamber or media framing If I join the union, I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learn the related knowledge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law solve the problems by rational analyzation and two-way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union especially to avoid the strike to cause the inconvenience and panic of the society 如果你現在正在抽這個答案 等一下,等一下 根據網路傳播的速度 下次你去面試的時候 應該已經有超過一千個人 預備用這個答案來當作自己的回答了 呼呼凱西真正想要告訴你的呀 是Chris為什麼要這麼說 這樣你才有機會在面試當中 真正的講出那個 只有你可以講的答案 還記得我們剛剛說 不要試圖討好面試官嗎 在現場跟你互動的面試人員 其實不止一個 所以你沒有辦法知道這個人 他到底是不是支持員工加入工會的 可是你又不能閃躲問題說 欸,不知道欸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或是 其實就看公司規定囉 唉呦 其實航空公司沒有小氣到 一聽到你要加入工會 就立刻把你刷下來啦 所以雖然Chris選了一個看似 不怎麼討好航空公司的答案 但他這麼說其實是有原因的 這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第二個重點 要利用自己的背景經驗 來強化答案的說服力 因為剛剛從大學畢業的Chris 他念的是新聞系 同時也曾經在電視台實習過 他對於媒體跟輿論傳播的力量 他是再熟悉不過的 所以呢 他希望家衛武工會的原因 不是為了要跟公司抗爭喔 而是希望能夠讓彼此可以保持 理性的對話與溝通 到這裡如果凱西要告訴 正在寫筆記的你 這個問題要過關啊 不是決定在要或不要參加工會 而是參加或不參加工會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我輔導過的學生裡面 有護理系畢業的學生覺得 他的工作環境讓他習慣不能用病人的安全 當作爭取工作權益的工具 也有帶過有工會的外商航空空空服員 在轉職的時候他就認為 就算沒有工會的要求 其實他以前的公司野法處理制度 設計的非常好啊 更有曾經帶過無良企業的轉職者 就覺得當然要加入工會才可以保護自己啊 這些答案的共通點 是他們都透過自己切身的經驗 讓面試官可以信任他們說出來的話 所以如果你現在正在爬網路文章 還叫你一定要說 喔不會我一定不會 或是那些歌功頌德的話 那麻煩就直接關掉視窗 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因為不用我說你也會知道的 航空業的面試動輒就是幾千個人在參加 面試官一整天要重複一直聽一樣的答案 還要他維持高度的興趣來聽你說話 不覺得有點太為難他嗎 類似的問題還有 你覺得公司規定不合理會怎麼做 或許你認為上街爭取自己的權益 是合理的行為嗎 當然還有其他更多相關的問題 還有空服院必須簽署的84至1條款的原因 你都可以在我們的考空姐部落格看到相關的文章 希望你喜歡今天空姐面試101的內容 也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巫婆凱希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嗨各位準空姐空少大家今天好嗎 我是巫婆凱希 你的航空球史想救星 今天我們的空姐面試101 要討論一個近幾年只要是參加台灣級的航空公司 特別容易被問到的問題 那就是你會加入工會嗎 Will you join the union 如果你一直很關注航空業的相關新聞 應該會發現從2016年華航空服員職業工會 跟華航勞資協商破裂 進入展開台灣航空史上首次的罷工之後 台灣的航空從業人員 對自己的工作權益關注度就越來越高了 從那以後啊 在參加台灣級的長榮 立榮 滑航 滑信 新宇 或台灣股航等等航空公司的面試 你一定會聽到或看到所謂的84-1條款 而其中的長榮航空 更是直接在面試的最後一關 安排了勞基法84-1說明會 同時在說明會後 還有相關的小測驗 確保這些未來的空服員能夠確實知道 即將要面對的工作環境 以及相關的工作條款 這也延伸出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 你會加入工會嗎 Will you join the union 我猜你現在是不是想 這很簡單啦 大家都知道長榮航空本身在國安里上就很嚴格 不只要說不會就好啦 或是你也可能會想 我本來就蠻想參加工會的 因為老公選一超重要的呀 我不想說謊 可是這樣會不會就被刪掉啊 嚴格來說這兩個答案我們都不能說它錯 但他們都不會幫你在面試當中加分的唷 所以今天針對這個問題 吳婆凱希要教你兩個回答問題的答題重點 讓你在面試當中 能夠成功的取得面試官的認同 首先你的答案 不可能是為了討好面試官而答 再來呢 你必須要利用自己的背景經驗 來強化答案的說服力 我們接著看一個成功的範例好了 這是Chris參加長榮航空的面試回答 I believe our company will cherish and protect our staff But yes, I will join the union We live in the post-truth era From recent news I felt most of people are motivated easily by their echo chamber or media framing If I join the union I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learn the related knowledge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law solve the problems by rational analyzation and two-way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union especially to avoid the strike to cause the inconvenience and panic of the society 如果你現在正在抄這個答案 等一等一等一等 根據網路傳播的速度 下次你去面試的時候 應該已經有超過一千個人 日費用這個答案 來當做自己的回答了 顧布凱西真正想要告訴你的呀 是Chris為什麼要這麼說 這樣你才有機會在面試當中 真正的講出那個 只有你可以講的答案 還記得我們剛剛說 不要試圖討好面試官嗎 在現場跟你互動的面試員 元氣是不止一個 所以你沒有辦法知道這個人 他到底是不是支持員工加入工會的 可是你又不能閃躲問題說 誒不知道誒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或是其實就看公司規定咯 哎呦 其實航空公司沒有小氣到 一聽到你要加入工會 就立刻把你刷下來啦 所以雖然Chris選了一個看似 不怎麼討好航空公司的答案 但他這麼說其實是有原因的 這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第二個重點 要利用自己的背景經驗 來強化答案的說服力 因為剛剛從大學畢業的Chris 他念的是新聞系 同時也曾經在電視台實習過 他對媒體跟輿論傳播的力量 他是再熟悉不過的 所以他希望家衛舞工會的原因 不是為了要跟公司抗爭喔 而是希望能夠讓彼此 可以保持理性的對話與溝通 到這裡如果凱西要告訴 正在寫筆記的你們 這個問題要過關啊 不是決定在要或不要參加工會 而是參加或不參加工會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我輔導過的學生裡面 有護理系畢業的學生 覺得他的工作環境 讓他習慣不能用病人的安全 當作爭取工作權益的工具 也有帶過有工會的外商航空空服員 在轉職的時候他就認為 就算沒有工會的要求 其實他以前的公司也把 服務的制度設計得非常好啊 但有曾經改過無良企業的轉職者 就覺得當然要加入工會 才可以保護自己啊 這些答案的共通點 是他們都透過自己切身的經驗 讓面試官可以信任他們說出來的話 所以如果你現在正在趴網路文章 還叫你一定要說 喔不會我一定不會 或是那些歌功頌德的話 那麻煩就直接關掉視窗 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因為不用我說你也會知道的 航空業的面試動輒就是幾千個人在參加 面試官一整天要重複 一直聽一樣的答案 還要他維持高度的興趣來聽你說話 不覺得有點太為難他嗎 類似的問題還有 你覺得公司規定不合理會怎麼做 或許你認為上街爭取自己的權益 是合理的行為嗎 當然還有其他更多相關的問題 還有空服院必須簽署的 84-1條款的原因 你都可以在我們的 空姐部落格看到相關的文章 希望你喜歡今天空姐面試101的內容 也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巫婆凱西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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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